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多媒体应用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国立台北商业大学资管系唐日新老师 欢迎各位同学收看多媒体应用第九个讲次 那我们今天仍然是邀请到徐敏珠老师 担任我们的助讲老师 敏珠老师 好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请各位同学一样先开启你的电脑 然后开启光影魔术手一遍及时的练习 好 我们上一个讲次 已经跟同学介绍了图片 跟调整的两个功能 那相信同学已经很清楚 这个光影魔术手它的功能非常的有用 那今天要跟同学介绍一个更有用的功能 叫做效果 在功能选单里面叫做效果 那我们今天的教学目标 是功能选单里面的效果 功能选单里面的效果 那这个里面的 那除了这个效果的这个选单里面 它也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功能 叫做数位补光 正片效果 以及对焦魔术棒 还有人像的处理等等 好 那首先呢我们要请同学 你开启你的光影魔术手之后 那你会发现这个效果这一栏里面 有非常多很有趣的一个功能 那第一个部分呢 同学会看到再做一次 你没看错 它叫做再做一次 那它旁边有一个快速键叫做Ctrl F 它有一个快速键叫做Ctrl F 那同学之前都没有看到一些快速键 你在效果的这个选单里面 你会看到一个快速键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效果的这个选单里面的这些功能 都是光影魔术手里面 最常用到的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功能 叫做再做一次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补光 可能补一次不够 补两次不够 那我们如果一直按照 我们原来的这个动作 在做的话呢 可能很辛苦 所以你就直接按Ctrl F的这个动作 你就可以把你的 之前要做的动作 就再做一次 好 那第二个动作呢 在效果里面 它这个叫做数位补光 跟数位减光 数位补光跟数位减光 那那个数位补光跟数位减光 那那个同学可以看到 它这个有一个快速键叫做F2 它有一个快速键叫做F2 那为什么要补光跟减光呢 主要原因就是我们 现在人 那个大家常常都爱用智慧型手机 或者是用数位相机 在照相 有时候光源不够 或光源不足 那你不管光源不够 或者是光源太多 那有的时候 你照出来的照片 你没有办法 重新再来再照一次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影像处理的一个技巧 用数位补光的方式 去做一些美化的一个动作 好 去做一个美化的一个动作 好 那另外第三个的 第三个要跟同学介绍 那个叫做正片效果 好 叫正片效果 它的快速键叫做F3 它的快速键叫做F3 那什么叫做正片效果呢 简单的来说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照片的那个结果呢 我们的那个图片 或照片的那个结果 它的那个色相 它的色相色调 并不是那么好 好 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让它变得更鲜艳 让它变得更鲜艳 那这个叫做正片效果 好 那第四个呢 叫做正片复冲 好 第四个叫正片复冲 好 那它也是一个 很常见的一个 一个效果 好 那第五个呢 叫做黑白效果 好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的照片 变成像 比较有复古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用这个黑白效果 这个叫F5 好 用F5 好 直接可以变成叫黑白效果 好 那另外第六个呢 叫做复片的效果 好 叫复片的效果 它是叫 用F6的方法 可以去制作这个复片的一个效果 那它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 在这个照片或图片的时候 的这个处理上面 会希望 会希望它的那个光源 它的那个光源 跟我们现实的那个主题之间 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个复片效果的方法 来处理 好 那接下来同学会看到这个F7 叫柔光镜 好 柔光镜呢 它主要是在针对我们的 我们的照片图片 一些柔光的效果 使用的 好 那人像美容 叫F8 好 那为什么人像美容 它也会独立在这个 这个 这个功能表里面 功能键里面呢 主要因为我们 在照片跟图片里面 很长一部分是要去做 去斑的动作 好 那去斑的动作呢 在光源模手里很简单 就直接是用人像美容 好 它就能够去斑 好 譬如说 你有一些脸上 有些斑点 好 或者是你要磨皮 好 你要磨皮 那你可以直接在这个 图像 这个你的照片上面 用人像美容 F8的方法来做 好 那我们第一个要看到的 是叫做再做一次 好 我们第一个看到的 这个动作叫做再做一次 因为同学在上一个讲次 你会发现说 我们其实 用光源模手手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跟参数要调整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 我们会用那个对照的方法 看前后对照 好 前后对照 那个效果怎么样 好 那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 需要再做一次 所以怎么办呢 需要一直 一直不断地 再调整参数吗 好 你只要按Ctrl F 好 就可以再做一次了 好 那另外这个数位补光 我们刚刚前期有跟同学 有稍微提到过 这个数位补光 就是当我们拍摄照片的时候 常常就是 那个人像会出现黑影 因为我们可能过度曝光 或者是有些地方曝光不足 那不管你是过度曝光 或曝光不足 你都可以利用这个数位补光的功能 去调整 去调整这个它的范围 或者是补光的亮度 或者是加长追捕某一些部分 你可以利用这个光影魔术手上面的这些参数 去做数位补光的调整 好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离 我们在做这个 在拍摄这个照片的时候 那个闪光太近 离主题太近 你希望利用 利用这个软体的方式 去做数位减光 去做数位减光 那这个数位减光的动作 在光影魔术上面 也非常容易 你可以透过范围的选择 还有强力的增效 去做一些参数的一些设定等等 那关于以上的这些动作呢 不管数位补光 数位减光 那我们要请敏珠老师 示范一遍给大家看 敏珠老师 好 那各位同学 我们来开启光影魔术手之后呢 我们开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一个 图片 那我们开启我们的图片之后呢 我们来做效果里面的功能 效果是我们在使用 光影魔术手里面最重要的功能 我们所有的影片 或者是相片的一个调整 都几乎是在效果里面做 首先我们先介绍数位补光 有时候我们在相片 在拍照的过程之中 它的曝光程度不足 所以我们要做数位补光的动作 好 那我们就可以去选择数位补光 那数位补光里面呢 它有三个参数可以做调整 第一个就是你补光的范围 补光的亮度 跟我们要追捕的强度 那我们的范围选择有 零到四百可以选择 那补光的亮度呢 有零到一百 那追捕的强度呢 就是有零到十 十种强度可以选择 那我们可以用它的预设纸先试试看 好 确定 好 确定之后呢 我们按对照钮来对照 前跟后 右边是之后的照片 它做了一些补光的动作 让它变得比较明亮 那我们可以根据我们个人的选择 来选择说 这个照片是不是符合我实际的一个需求 那当然我们可以再做 我们刚刚老师有介绍说 在效果里面有个 再做一次数位补光 所以你看到我再做一次补光之后 它就变成曝光程度更大 那当我发现它曝光过度之后 我们可以在效果里面选择数位减光 它这时候就是原来曝光过度的结果 它会把我们做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整 那这个减光里面呢 也是有两个参数可以调整 一个是减光的范围 跟它的强力的一个真效 那减光的范围呢 一样是有零到四百的选项 然后再来呢强力真效呢 它会有零到五 五种真效的效果 那我们要用预设值的方式去选择说 这是我数位减光之后的一个结果 这是以上是我们介绍 那个补光跟减光 让我们照片怎么去调整 它的明亮程度 让它更协调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唐老师 好谢谢明珠老师的一个介绍 那相信那个同学 那个如果使用了数位补光跟数位减光 你就会发现你平常 如果你的那个数位相机 或手机照出来的那个照片 有曝光不足或曝光太过的状况 你就可以直接用我们光影 魔术手的这些功能 然后来对那个照片 做一些修补的动作 这其实就是在做 其实就是在做那个照片的一个修补 好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要跟同学介绍其他的一个部分 那第一个的话叫做正片效果 好那正片效果呢 正片效果它其实在做的这个部分 就是让照片 让我们的照片或图片更加的鲜艳 反差更清楚 那为什么要让照片图片的那个效果 跟鲜艳反差更清楚 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照片跟图片 它在这个我们照射的时候 它的那个反差没有那么清楚 我们希望用这个正片效果的方式 去对它去做一些处理 那正片效果呢 它可以在反差 在高光 在暗部 看饱和度 这四个参数上面去做一些调整 好 那接下来第二个呢 是正片复冲 第二个叫做正片复冲 那正片复冲呢 它其实就是有时候我们在 这个照片或者是图片的时候 它的那个冷暖色调 冷暖色调 如果能够冷暖色调对比 对比跟增强的时候 那它会产生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那这个叫做正片复冲 那正片复冲呢 它有三个参数可以让我们做调整 有绿色的饱和度 红色的饱和度 还有暗部的这个细节 还有色相的这个偏黄等等 它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 正片复冲的一些调整 那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个效果 叫做黑白效果 我们看到的是黑白效果 那黑白效果呢 它其实提供了两个参数 一个叫做反差 那另外一个叫做对比 那从反差跟对比 来调整这个黑白 那我们前面有一个 有一个效果呢 是在做黑白照片的 那这黑白效果 并不是在做黑白照片 它可以让我们接近黑白照片 它可以让我们接近黑白照片 那同学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下一个这个powerpoint 你可以看到 当我们把那个对比 去调整到负20的时候 当我们把对比的这个参数 调整到负20的时候 它其实就会很接近了 我们黑白 黑白充片的这个负片效果 黑白充片的这个负片效果 所以其他的这个参数的话 你会发现它很像黑色的 可是它有保有彩色的一些部分 所以你可以去用这个黑白的效果 去对它去做一些 基本的一些影像处理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叫做负片效果 另外一个叫做负片效果 那负片效果跟前面的这些部分呢 其实有一些差别 有一些基本的差别 那这个负片效果呢 它是一个台湾的一个网友 制作的一个 制作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功能 主要的原因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背景太亮 背景太亮 那背景太亮 那要怎么样去调整 那个背景的亮度 让细节变得比较明显 那这个台湾的网友呢 他就设计一个负片效果的这个功能 让我们调整暗部的细节 还有亮部的细节 那你借由调整暗部的细节 跟亮部的细节呢 产生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好的一个照片的一个效果 那接下来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工具 叫做对焦魔术棒 叫做对焦魔术棒 那为什么它叫做对焦呢 它的做法其实很简单 它所谓对焦魔术棒的意思 就是它先将照片模糊化 那同一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荧幕上面的这个照片 它有一个背景虚化的程度 那你背景虚化的程度 其实意思就是讲的白话一点 就是让我们的照片模糊 那我们的照片模糊之后 你要怎么让有一些部分变得更清楚呢 就是调整焦距 那调整焦距它的焦距的部分在上面的对焦半径 那同学在荧幕上面会发现 我们的我们的这个中间的这个主题的部分 有一个绿色的那个 那个其实就是对焦 那就是对焦的一个半径的大小 那你当我们把照片模糊化之后 你选你选你用你的那个对焦的半径 选择脸部的部分 那个脸部的部分就会变得很清晰 所以它的这个对焦模糊棒是将你的照片图片 先模糊了 然后再选择你要的区域 变成有聚焦的这个效果在 那接下来呢 同学会看到另外一个奇怪的模糊棒 这个叫做着色模糊棒 着色模糊棒呢 它跟我们的聚焦模糊棒很接近 它其实就是先将我们的照片或图片 变成黑白的 变成黑白照片 然后我们再用我们的魔术棒 去把我们想要变成彩色的部分 变回彩色 那一样那个变回彩色的这个部分 那个焦距可以有着色的半径 所以那个半径的大小是可以做调整的 那这个叫做着色模糊棒 那接下来跟同学介绍一个叫做晕影效果 叫晕影效果 那什么叫做晕影效果呢 就是它其实可以把我们的照片的周围 变成一个晕影的色彩 晕影的色彩 我们可以透过光影魔术手的这个功能 调整晕影的颜色大小 还有浓度等等 我们可以选择颜色大小浓度 去调整那个背景的晕影色彩 好那接下来有关前面的这些非常有趣的一些功能 我们要请敏珠老师示范一遍给大家看 敏珠老师 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接着我们来做第二个部分的练习 那这边我们一样先开启一张图片 那我们在做效果练习里面 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正片的效果 那其实正片效果呢 它其实让我们的色彩呢 照片的色彩能够更鲜艳 然后让我们的细节能够更突出 所以当我们直接选择正片效果之后 我们可以去调整它的参数 包含它的一个反差 要不要把它设得比较明显 然后它的比较暗的地方 要不要把它设得看是比较低或者是比较高 然后亮度也可以做调整 那如果我们用它的预设值 我们先试试看 它的一个正片效果 好 我们做完正片效果之后呢 我们可以左右对照一下 我们会发现右边的照片 感觉绿色的地方更翠绿 很明显是跟刚刚有点不太一样 好 我们把它复原 我们做第二个 那第二个效果呢 我们做正片复冲 那正片复冲呢 它就是利用色彩彼此之间的冲突 让我们这个照片呢 产生比较高的一个反差 让色调变得比较夸张 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正片复冲 那就透过这种红色跟绿色的一个饱和度 还有暗部的细节去进行调整 那我们现在用它的预设值 你可以看到 在这里面它就故意让我们的相片产生比较高的一个反差 好 我们一样再把它做复原的动作 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所谓的黑白效果 那黑白效果其实它就是类似那个我们讲到 它其实也是一种彩色负片 只是让它的结果呢 比较接近黑白的一种彩色负片的效果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属于黑白的一个效果 好 那再来呢 我们要特别介绍另外一个 我们要换一张照片 好 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的照片先关掉 好 我们另外开启一张照片 好 那开启这张照片呢 大家可以发现 然后把它放大一下 好 大家可以发现呢 在这个照片里面呢 户外的亮度太亮了 也就是我们的背景比较亮 可是我们的那个室内的内部呢 它是比较暗的 看不出来 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效果里面 所谓的负片效果 好 我们做了负片效果之后 你会发现它会把中间的这个细节 它会把中间的这个 我们里面的这个内部的细节 变得比较明显 所以我们再做一次效果 再做一次负片效果 你会看到它把里面的亮度把它调整 避免因为背景太亮 所以内部反而变得太暗 这是我们讲到的一个负片的一个效果 好 我们一样把它关掉 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原来的照片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这个对焦魔术棒 那我们的对焦魔术棒呢 这边首先我们先看到 这边有个对焦半径 那对焦魔术棒是在做什么呢 对焦魔术棒其实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照片里面 把某个地方变得特别明显 然后让背景变成模糊化 所以现在你看到我们整张照片变得很模糊 然后我们把对焦半径放大一点 我们绿色 我们把这整个花圈起来 现在花看起来是很模糊的 当我点选之后 有没有发现花变得比较仔细 比较那个清晰 那我们也可以说我在别的地方 可能某个地方 这边旁边有个小小的地方 左下角 我希望让这边也变得比较是明显的对焦 所以左下角这个地方也有个很明显的对焦 好 做完之后呢 我就可以发现 照片我们做一个对照 你可以看到在这边只有花是比较明显的 那其他地方背景都是比较模糊化 好 再来呢我们再做 左摄魔术棒 那左摄魔术棒跟刚刚的对焦魔术棒有点接近 对焦魔术棒是把背景做模糊化虚化的动作 那左摄魔术棒是把背景变成黑白的 那我只选择某个地方是要有颜色的 所以现在我就直接点选这朵花 让花朵变成是有颜色 其他都是什么 都是黑白的现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对照 好 我们一样把它复原 那最后一个呢 我们来介绍一个叫做晕影的效果 那也叫做渲染的效果 那晕影跟渲染的效果呢 它其实就是在图片的四周形成晕影 好 那假设现在我用一个比较明显 我用一个比较明显 我用红色会比较明显一点 那我们可以选择我晕影的一个颜色 还有就是说我的渲染的大小范围要有多大 以及说我渲染的浓度要有多浓 好 确定 你就会发现那个渲染效果 或是晕影效果 它就是把我们的图片的四周呢 产生一个晕影的一个结果 好 我们将这一部分的一个效果功能介绍到这里 我们把时间交给唐老师 好 谢谢敏珠老师 敏珠老师的那个讲解非常的清楚 敏珠老师的讲解非常的清楚 不过还是建议同学 就是跟着我们敏珠老师一起做 那这样你对于光影魔术手的这个效果的功能 你会比较清楚 你会比较清楚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跟同学介绍的叫做柔光镜 效果里面的柔光镜 好 那效果里面的这个柔光镜的这个功能呢 它主要是要针对这个人像照片的一个处理使用的 好 那同学其实会发现 这个光影魔术手里面有很多的部分 是专门是在做这个人像处理 那柔光镜是其中一个 那柔光镜呢 它可以对于我们的那个人像的部分 柔化的程度 高光的柔化 还有柔化程度 然后去进行这些调整 好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人像的这个 肤色肤子会变得比较 比较好 好 那另外一个功能呢 叫做人像美容 好 叫人像美容 好 那我们常听到那个同学 或网友或在网络上面讲说 很多人的照片图片都是修片过的 好 那修片的确是那个影像处理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在光影模式的时候里面 就叫做人像美容 好 它可以把比较粗糙的那个毛细孔 把它抹平 好 可以让肤脂细腻白皙 好 它也可以加入一些柔光的效果 好 所以我们可以借由这个 磨皮的力度 好 还有亮白的这个白化的程度 还有范围的这个大小 好 还有可以勾选柔化的这个功能 好 让你的那个人像变得 好 更有美容的一个效果 好 好 那另外 另外第三个部分呢 是有关这个影楼风格的人像照 好 有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我们的照片 是比较有艺术气息 好 那照片里面的人物的皮肤白皙 好 画面朦胧 好 那有这个艺术气息的这个样子 那这个在光影模式的时候里面的功能 叫做影楼风格 好 那这个影楼风格呢 它预设的这个影楼有冷蓝 冷绿 暖黄跟复古四种风格 那同学其实也可以试试看这四种风格 它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效果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将时间交给敏珠老师 帮我们示范看看以上的这些功能 在光影模式所要如何处理 好 敏珠老师 好 各位同学 接下来我们做第三个部分 那一样我们开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图像 那因为我们接下来介绍的是 有关比较接近人像美容的部分 所以尽量要找的图片是以人像的照片为主 那现在我们先开启图片之后 我们到效果里面我们介绍三个 第一个是柔光镜 那柔光镜它其实就是产生一个光线朦胧的一个照片 所以我们可以去选择我们的柔化程度到底要有多高 假设我现在把柔化程度设得比较高一点 好 然后接着我们按确定 那我们做一个左右的一个对照 这是原始照片 右边是事后我们做过柔光镜效果的一个照片 我们发现它感觉上是比较朦胧一点点的感觉 好 那我一样把它复原 接着我们做第二个是人像美容 我们在做这个人像美容的时候 其实它就可以去识别我们人像的皮肤 那把我们的毛孔或是肤质变得比较细腻 所以像我们在这里面 例如我们可以把这个磨皮力度设得比较高一点点 或者是设得比较低 根据个人的需求去选择 那亮白也是一样 选择我今天到底我的肤质是要什么样的一个亮白的一个程度 范围 好 那如果确定没有问题 我们就把它按确定 我们就可以看到左边跟右边 它现在目前正在做 左边跟右边两个 右边它明显比我们刚才讲到亮白 它的肤色感觉就比较亮一点点 那再来我们介绍第三个 我们把照片复原 接着我们做第三个 那个影楼或正之为影棚的风格 那这个影楼或影棚的风格呢 其实它里面有一些预设指 例如第一个就是冷蓝的效果 那这种影楼的风格 它其实就是类似我们在摄影棚里面的一个艺术照的一个效果 那这边有几个它预设的一个选项 这第一个是冷蓝 我们可以用暖黄的一个效果 或者是用复古的一个效果 像现在很流行去照复古的艺术照 那我们选择复古之后 我蛮很确定 它帮我们处理完之后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一个影楼的一个风格的一个结果 好 我们将这一段的练习练习到这里 我们把时间交给唐老师 好 谢谢敏珠老师的讲解跟说明 那相信同学在那个敏珠老师的说明之下 你可能会对这个光影魔术手的这个效果的这个部分 会更清楚 好 会更清楚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要跟同学介绍 光影魔术手在这个效果的部分 有一个功能叫做模糊跟锐化的功能 模糊跟锐化的功能 那同学可能会觉得很特别 为什么要有模糊跟锐化 那模糊的话 它是把照片变得更朦胧 模糊是让照片变得更朦胧 那锐化呢 是让照片变得更清晰 好 那为什么要让照片变得更朦胧 或让相片变得更清晰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对我们的照片去做一些影像的一些处理 让它变成更合乎我们所要的那个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模糊化 有的时候就去做锐化 那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细部的细致的锐化 那它可以透过调整一些参数的方式 去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 好 那接下来呢 要跟同学介绍这个降噪的功能 好 那同学可能会觉得很特别 什么叫做降噪 噪其实就是背景的一些噪音 背景的一些干扰 干扰因素 这个叫降噪 那第一个要跟同学介绍这个叫高ISO的降噪 主要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 我们的 不管是用手机 或者是用那个自动相机 当你采用高ISO的这个方式在夜间 在做夜间照相的时候 有一些高ISO的一些这个 这个的一些干扰 那这些干扰呢 可以利用这个降噪 高ISO降噪的这个功能 把这些干扰的因素去掉 好 那另外第二个呢 它有一个叫做颗粒的降噪 好 那如果我们的照片或影片里面呢 有一些这个颗粒的这个 这个干扰的因素的时候 可以用这个颗粒的降噪方法来做降噪 那第三个呢叫做夜景的降噪 好 夜景的降噪 有时候我们拍夜景的时候 也会有一些颗粒的一些状况 可以用这个夜景的降噪来做 好 那第四个叫做增加杂讯 好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一些增加杂讯的方式 好 帮助我们在这个照片上面处理的更好 更好一点 好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会需要去做一些风格化 好 什么叫做风格化 我们希望将我们的图片或照片变成是浮雕或者是铅笔的素描 好 那甚至有时候文理化或电视的扫描线等等 那在光影模式手里面呢 也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好 那这些动作非常简单 我们请敏珠老师简单的为我们介绍一下 敏珠老师 好 我们这边就只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练习 好 我们这边呢在效果里面 其实老师刚刚有讲过有模糊跟锐化 还有降噪 那我们今天直接讲一个风格化 其实我们这边直接选择说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样的图片 我们直接选择一个铅笔的素描 当我们用了预设纸之后 你会发现这边有些预设的功能 可以让我们直接做铅笔的素描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功能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那我们把时间交给唐老师 好 谢谢敏珠老师的介绍 那我们经过今天的这个学习之后呢 相信同学发现那个光影魔术手 在我们在做修片的动作 非常有用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感谢同学收看 多媒体应用第九个讲次 好 谢谢各位 谢谢